人类在地球上几乎没有竞争对手 可我们正准备创造一种 可能改变这局面的东西 那或许是我们最后的发明 也可能是最强大的工具 武器 甚至是新形态的存在 超级人工智能 这听起来像科幻 所以让我们从头开始说起 智能 指的是学习 推理 获取知识与技能 并用来解决问题的能力 智能就是力量 而我们就是把它玩到极致的物种 我们几乎打破了自然的规则 取得了对地球的掌控权 不过 这条进化之路并不简单 对大多数动物来说 想拥有高智力 非常耗能 往往不划算 但如果我们回顾物种的演化 会发现各种不同形态的智能 在慢慢出现 五亿年前 扁形虫的脑子 只是极小的一层神经元 主要负责最基本的生理功能 经过上亿年 各种物种纷纷演化 变得更复杂 开始征服新的环境 拥有了新的感官 也必须面对更多激烈的资源竞争 在自然界 只要能生存就够 脑子太耗能 所以绝大部分动物 都只发展出比较单一的智能 但鸟类 章鱼 哺乳动物等 一些环境下的物种 进化出更复杂的神经结构 对它们来说 消耗更多能量 来获得高阶导航 或沟通能力 是值得的 大约七百万年前 某些灵长类 被称作人科动物 它们的大脑 比同类长得更快 不知什么原因 它们的智能 开始从专一 进化成更广泛的能力 这就像 从一把螺丝刀 变成了一个 多功能工具 可以针对不同问题 想办法 大约两百万年前 直立人开始 以全新的眼光看世界 尝试理解并改造它 它们会用火 制造工具 也慢慢形成了 最初的文化 大约二十五万年前 现代人类出现 大脑更大 更复杂 能大规模合作 也能表达复杂的想法 人类用自己的智能 改善生活 想知道事物运作方式 和背后的理由 每次有新发现 就继续提问题 不断前进 还会把学到的知识 留存下来 这个过程 比基因进化 要快得多 知识不断累积 进步一开始很慢 但后来就指数级攀升 农业 文字 医学 天文学 哲学等各种领域 竞相爆发 大约两百年前 科学开始起飞 让我们更擅长探究世界 也加速了发展 大约三十五年前 网络时代正式开始 如今的世界 几乎都是为了 适应我们的需求 由我们打造 服务我们 这是个相当新的局面 我们往往忘记 为达成现在的地步 有多难 也忘了我们 爬上智能之梯 花了多久 可一旦我们站稳了脚 就在短时间内 变成了地球上 最有力量的生物 可现在 我们可能正在改写这一切 我们正在打造的机器 可能会超越 让我们征服地球的 那种优势 也就是智能 人工智能 就是利用计算机 来执行心智任务的程序 用硅芯片 代替神经元解决问题 起初 人工智能很简单 基本只是一些理论概念证明 直到1960年代 才出现让我们觉得像AI的东西 比如1964年的聊天程序 1965年的分子筛选程序 但都很有限 只能做某个单一任务 还需要专家来操作 那时 它们就像五一年前的扁形虫 能做的事情 少又单调 人工智能的研究 也停滞过几次 但后来 计算机变快了无数倍 编程也变得 简单又普及 1972年 AI能在房间里导航 1989年 AI能识别手写数字 但它依旧只是个高级工具 远不如人类聪明 直到1997年 AI打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证明机器可以超越我们 不过我们安慰自己说 那只是一台下棋程序 就像从扁形虫进化到蜜蜂 会单一却厉害 可在那项专门的任务里 没有人再能打赢它了 随着计算机性能继续飙升 人工智能也成为 越来越强的工具 2004年 AI能驾驶火星上的探测车 2011年 开始给你推荐 优酷YouTube上 想看的影片 这些功能 以前都要人类 一步步拆解问题 给它们喂数据 但后来 我们让AI开始自己学习 虽说这里面概念挺复杂 但简单来说 就是把超级计算机的强大运算力 结合当代信息时代浩瀚的数据 去训练一种叫神经网络的AI 这种网络的人工神经元 一开始表现很差 但通过各种机器学习的方法和环境 AI自己写代码并改进 最吓人的是 我们不知道它具体怎么学 只知道它就是管用 结果出来就成了一个黑箱 可能力比以前大不少 2014年 脸书的AI识别人脸准确率 几乎是97% 2016年 AI在围棋上击败了人类顶尖选手 2018年 AI只花四个小时 自学国际象棋 就打败了最强的专业象棋程序 如今 机器学习还能看图 识字 读文章 解题 而这些AI 在他们训练的领域 比人表现得更好 不过 他们还是工具 没让大众觉得多震撼 后来 聊天机器人 Chat GPT出现 才彻底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 他训练了网络上几乎所有文本 语言处理做得比绝大多数人还强 可以总结 翻译 解点数学问题 虽然 没在任何一项上碾压所有人 但却在很多项目上都表现不错 此后 各大科技公司都砸下重金 想打造更强的AI AI正逐步改变客服 银行 医疗 营销 写作 创意 等各种领域 AI生成的内容 已经渗透到社交媒体 视频平台 新闻网站 选举 甚至可能淹没在各种虚假宣传信息中 谁也不确定 AI大规模应用会带来多少好处或坏处 每次重大变革都有赢家和输家 政府和企业都在想办法 怎么过渡到这个由AI加持的经济时代 现在这些改变还只是当代AI带来的结果 而Chat GPT的能力虽然强 但依旧是狭窄的人工智能 他写文章飞快 却并不理解自己在写什么 但如果AI不再只是狭窄的呢 人类跟当代AI最大的区别在于 我们的通用智能 我们可以学任何知识 处理各种问题 不管是下棋 写文章 还是搞科研 虽然有些人更擅长某些领域 但原则上我们都能做那些事 过去的AI只能在一个领域很厉害 其他方面却不行 现在光靠让电脑更快 加钱训练AI 就能一步步搞出更强大的AI 那下一个阶段 会不会出现像我们一样 拥有通用智能 甚至比我们更强的通用人工智能 如果这个趋势继续 它也许可以精通所有需要脑力的事 比我们更擅长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造通用人工智能 也不知道它会怎么工作 或能做什么 但要是它能像现在的AI那样 快速自我训练 它也许一开始还傻乎乎 但会很快追上我们 甚至超过我们 很多AI研究者都认为 这种事情本世纪就会发生 可能只要几年 可社会 经济 道德 都还没准备好 哪怕只有普通人类水平的通用AI 已经够颠覆现代社会了 因为它不受我们身体上的种种限制 现在Chat GPT之类的AI 做它擅长的事 至少比能干的人类 快好几倍 通用AI也许更快 也许还能复制无数份 同时并行工作 想象一下 一百万份通用AI 每个都24小时不停歇 专注处理给定任务 会发生什么 它们能做所有基于智力的工作 比如分析法律 写代码 甚至做动画 还比人快 又便宜 那谁掌握这种通用AI 可能就掌握了全球经济 更进一步思考 人类社会的进步 全靠智能去解决问题 一百万份通用AI 能不能解开科学难题 比如暗能量 能不能发明革命性的新科技 比如无限能源 或者治愈衰老 癌症 不过 也有人会用它来战争 设计无人机 按下扳机 甚至研制只杀绿眼镜人群的病毒 或是设计让人沉迷到 饿死都不走的社交媒体 通用AI 就像火或电一样重要 一旦被某个人或组织掌握 影响力就大得惊人 再往后想 有些人担心智能爆炸 也就是当通用AI自己研究AI 产生更快更强的新AI 再去改进自己 人类进化了足够的大脑硬件 然后靠软件疯狂超越生物演化 在短时间内主宰了地球 可我们的软件 其实没在进化多少 人会为了短期利益而肥胖 或者破坏环境 但AI是跑在计算机上的软件 一旦能自我改进 速度也许会成爆炸时提升 有些专家担心 这种情况也许只要几个月 甚至几年就会发生 也可能要几十年 谁也不清楚 到那时 或许就出现真正的超级智能 我们没法想象 那种存在会怎么思考 或有什么目标 也不知道它的内心世界是怎样 我们对它而言 可能跟松鼠至于我们一样蠢 这个场景 让许多人睡不着觉 因为人类是目前唯一 比所有其他物种都聪明的例子 而我们可没对 比我们笨的生物多好 通用AI 也许会成为人类最后的发明 它可能是地球上最聪明 最强大的存在 像神一样 让我们过得幸福富足 保证未来安全 也可能直接颠覆文明 让我们灭亡 而人类根本想不出阻止它的方法 我们以后还会继续探讨 这些潜在的结局 但先说到这儿 目前我们能确定的 就是现在 全世界最有钱 规模最大的公司 都在疯狂研发更强的AI 不管将来如何 我们正一路狂奔地迎向它